我是古阿木,今天要说一个不要吃我的故事 男主角跟他的朋友都是饼干 但他们不晓得是怎样的忽然有了自己的人格与意识 所以他们不甘心就这样简单的被人类烤来吃掉 于是他们趁人类不注意的时候 一边跳舞一边商量逃跑计划 商量策略的时候跳舞可以增加脑细胞运转的速度 帮助你想到更好的策略 好吧,总之男主角决定以身世法优先来测试 是否能逃离他所在的厨房 他打算从厨房餐桌上跑到厨房的另一边跳窗逃走 但这个厨房的主人竟然在餐桌上 放了一堆钉子到底哪个正常人会在餐桌上放钉子 而且这张餐桌竟然还只有一个饼干宽 也就是说你只能跳过钉子不能从左边或右边绕过钉子 想象一下这张餐桌平常 究竟有什么作用晒钉子吗 接着男主角发现这张餐桌上放满了厨房主人的金币 和一些小熊图案的徽章 OK,我们来分析一下 什么情况下你会有一张饼干宽的超长桌子 然后上面摆满了金币跟钉子 还有一些小熊图案的徽章 答案非常简单 就是当你是一个神经病的时候嘛 而且这个喜欢小熊徽章的神经病 是娘炮或女性的几率极高 忽然男主角觉得体力有点不支 这张桌子好像没有镜头一样 有够长啊 难道这间厨房的主人 这个男人利用桌子的长度 来暗示自己那边的长度吗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加上上一个线索 我们得知这个家这个厨房的主人是一个男性娘炮神经病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男主角忽然碰到餐桌上一滴红色的液体 你应该猜出这是什么液体了 在一张充满钉子和金币的桌上 除了有人想来拿金币 因而被钉子刺破手流的血之外 还能有什么红色液体 总不可能是落红吧 那铅笔加苹果会变成苹果铅笔 饼干碰到红色血液 你猜会变成什么 当然是变成脏掉的饼干啊 不过虽然男主角脏了 却越张越勇 他感觉体内充满了力量 可以继续奔跑啊 没错 男主角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丐帮帮主后代子孙 越张越落魄 越能发挥战斗力啊 所以很快的 他就逃到餐桌另一端墙上的窗户前 正当他打算跳出去时 他就撞到了一根 可能是从天花板锤掉下来的叉子 娘炮神经病这样挂他的叉子 也蛮合理的 反正男主角就晕倒了 一种让你擦翅男飞的概念 当男主角再次醒来时 他发现他又被抓回厨房餐桌上的烤盘 即将被送入烤箱 于是他就又趁四下无人之死 约其他饼干跳舞开会 讨论要怎么逃离这个鬼地方 而这次换女主角饼干出马 他想看看 他能不能逃出这个娘炮神经病的手掌心 但接下来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 只能问你了 听说你跟女主角蛮熟的 你好像还跟他一起逃跑过 啊你说你没印象了是吗 那你只能去 跟跑跑姜饼人完全不同的游戏 跑跑姜饼人烤箱大逃亡中 寻找你遗失的记忆咯 反正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你明白吧 这个故事就是叫你少吃饼干 放他们一条深度 也放你自己的牙齿一条深度 然后多刷牙 才不会蛀牙 省得你蛀了一口烂牙 然后记得顺便去 跑跑姜饼人烤箱大逃亡中 跟全球玩家一起玩奖杯挑战赛 懂吗 哼哼 跑跑姜饼人全球开跑